接着,这次活动也得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各电商协会的支持 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未能清零会场 以下是他们的致辞片段 大家好,我是肖子游 是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的秘书长 在此,论利趁着大湾区电商资源中心成立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是2008年8月4日成立的 是4A级协会 在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自贸期办公 是成立以来,历经13年的丰丰意义 以发展会议1000多家,副会长单位100多家 几班大小活动,几万场 充分发挥深圳核心领景和先行4万7的作用 信用一感澳3D社会格建 兼国内外市场主体 参与一感澳大湾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4万7 减轻商期的建设配置需求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乔游宝的作用 为中国电子商务做出了硬件的义务 随着大湾期电商资源中心成立 我相信大湾期的电商的未来 一定会有更多的新机翼和解发展 我希望通过资源中心圈的成立 加强越岸高的合作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中山市电商务协会秘书长孙伟 在此,仅代表中山市电商务协会 公驻大湾区电商资源中心成立 希望资源中心的成立 能够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愿我们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未来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电子商务协会 创会会长梁志宇 祝贺大湾区电商资源中心 在香港正式成立 佛山市电子商务协会 是广东省最早成立的 地区电商行业协会之一 都是华南电商联盟 大湾区电商联盟的发起成员单位 佛山市作为广东省新一线城市 有包括陶瓷、围浴、家具、家电、服装、五金、铝材等 十几个产业制造基地的优势 是全球建材和家居制造产业基地 和集彩运营中心 大湾区电商资源中心的成立 能够和我市的优势产业建立深度创新的合作 在制造货源、跨境电商和智慧产业等方面 共同推动多维度的合作商机 我们一起努力 期待和香港电商联会 大湾区电商资源中心的共赢合作 加油 我是徐灵英 是东莞市电子商务协会的秘书长 祝贺大湾区电商资源中心成立 东莞市电子商务协会成立于2009年 是电商行业成立最早的行业协会 11年集聚了政府、平台、企业等各行各业机构的一些丰富支援 服务过会员数近5000家 服务过的企业有28万家 那协会在过去的10年中 一直围绕搭建三大平台 人脉平台、项目平台、资金平台 在美丽的松山湖拥有自己的电商协会大厦 组织大小活动进百场 我们的品牌活动有每年一届的 粤港澳产业互联网峰会 东莞市电商创业大赛 以及每月的产销资源对接会 未来新机遇及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资源中心的成立 加强粤港澳的合作 共同致力于搭建各行业产业链生态服务平台 构建粤港澳产销分离的新模型 如果您有优秀的电商运营团队 又或者您有好的产品 欢迎一起来助力粤港澳电商产业的新生态 共创未来 谢谢大家 我是贵州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韦泽峰 祝贺大王区电商资源中心成立 贵州是一个非常渔居渔业的城市 我们有暮色迷人的罗浮商 美丽罪人的贵州西湖 以及浪漫动人的双夜晚 同时我们还有实化能源新材料 电子信息 生命健康等产业的举行优势 欢迎大家来贵州游玩 创业交流 在未来新机率和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资源中心的成立 加强粤港澳大王区的紧密合作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江门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叶炳红 重新祝贺大王区电商资源中心成立 加强粤港澳的合作 江门市电商协会成立于2013年 现在已经有第七个年头了 那欢迎大家利林指导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珠海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 盖山庙 祝贺大王区电商资源中心成立 广州大桥通车号 珠海正式成为传门阁 唯一一个与港澳陆地先连的湾区城市 希望通过电商资源中心的成立 加强粤港澳合作 创造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昭西市电子商务协会的修产军 首先祝贺大湾区资源中心成立 很游戏为大家介绍我们协会 我们协会是成立于2014年 我们有四个分会 希望通过资源中心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企业 多多合作 未来我们也希望多点来我们大湾区这边 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湾区各电商协会的代表致辞 咱们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